據我瞭解 並不是沒有談 我們講的是B啦 對對對 就Plan B啦 就說欸 那你就來當立法院長啊 郭 那個時候有說 他應該可以搞定民眾黨 金普通要用激將法 他要激怒郭台銘 不要選就趕快宣布吧 只要他宣布了 那他就可以下命令 國民黨立委不准他去拜訪 或站台 分審他的能量 對 對對 然後 到最後李九一七就自然而退了 首先來我們先看到的是這個 黃建廷爆出來的Plan A Plan B 但是事後昨天郭台銘的那個 他引用的離間記 你認為他真正想要講的是什麼道理 我不知道郭董的意思 郭董說你這樣破壞了泛男的團結 那眼看你不就即將展開連署嗎 那你這樣講是不是說 以後你也不會搞連署 因為這樣是破壞團結 可是好像又沒講那麼明確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 我覺得他初步大概是看 七二三這個運量換侯的力道有多大 我基本上認為不會過啦 包括今天中常會還有 七二三的全代會 我不認為會過啦 可是 總是要看到底運量的那個黨內的力量有多大嘛 比如說常委有多少人提案 那全代有多少人連署啊 之類的 那我覺得郭台銘現在就是用一招 比如說黃建廷為什麼會搞這件事 我覺得郭台銘就是 反正我有沒有在連署 正式連署是九一七才要去領表嘛 那九一七之前那就 在國民黨或者甚至是武黨及民眾黨各處去轉一轉啊 去甚至站台啦 對 那這樣也是增加自己的聲勢嘛 那因為他沒有宣布參選嘛 是 所以你對我也無可奈何 對 這跟柯文哲是不一樣的 因為柯文哲是另外一個黨的主席 所以 這個 國民黨可以 旗幟鮮明說你不可以讓柯文哲站台 因為柯文哲在選中的話 應該是他黨的 對 那可是郭台銘 郭台銘你還不能夠說人家參選 是 所以他就是要維持這個曖昧狀態一直到九一七啦 那金普聰跟黃建廷當然 知道他在幹嘛嘛 所以我覺得黃建廷他就是 出示當初更多的資料 這個簡單講就是 說你就是背信嘛 說我當初都跟你講到這裡了 你現在又覺得初選不公 這個是黃建廷的招數 那黃建廷當然就是秘書長 代表的是朱立倫的一個策略 但因為他跟郭台銘過去的這個交情啊 又或者是非常的清郭 因為據我了解啊 據我了解並不是沒有談啊 我們講的是B啦 對對對 就Plan B啦 就是說那你就來當立法院長啊 可是你現在聽到外界就說 國民黨一黨又不可能過半 怎麼可能讓他當立法院長啊 那據我了解是 郭 那個時候有說他應該可以 搞定民眾黨的票 哦我昨天聽到的是說 據說有談但郭從來沒有正式答應 但現在你聽到的版本則是有談 而且郭還說他可以 把白這邊整合 他不一定有答應啊 可是 他那個時候就回應的過程當中 都有說啊民眾黨他可以搞定 所以只要兩邊加起來就會過半 就是所謂飛魚大聯盟 就是這個意思 可是這個國會的部分 啊可是他並 他到底有沒有答應B計畫 這個我不知道 可是就是說雙方在討論的時候 因為一個很顯然的邏輯 是國民黨不可能過半嘛 那是不是這樣子就覺得 黃建廷這個提案很幼稚 不是的 是當時他們討論的那個味道就是 國民黨雖然沒過半 可是加上民進民眾黨會過半 對 所以這個提案還是有意義的 那只是說郭董有沒有答應 這個我們不知道 就是這個部分 那第二個是金普聰啊 我覺得金普聰就更直接了當 那我的感覺是 金普聰要用激將法 他要激怒郭台銘 你要選就趕快宣布吧 對 那為什麼要逼他趕快宣布 因為只要他宣布了 那他就可以下命令 叫國民黨立委不准他去拜訪或站台 那分散他的能量 對對對 然後到最後裡917就知難而退了 總之啊就是 國民黨的策略就是 要讓 就是因為民調現在 不只做3卡嘛 也做4卡 那他們就認為侯友宜一定要跟郭台銘拉開啦 他的策略的目的就是要讓 侯友宜的民調要跟郭台銘拉開 柯的策略也是這樣子啊 我認為柯是 應該是要維持領先啦 柯沒有把郭看在眼裡 他是擔心郭會搶到他的票 是啊 對 可是他不會去打郭啦 因為他們的票是重點 對 那侯友宜是比較重要 侯友宜是 知道不能讓郭領先他 因為郭如果領先他那就麻煩了 那因為你也看到郭 7月14、7月15、7月21 要連續辦三場見面會 北中南 對不對 所以就是擺明了 我要把我民調拉起來嘛 至少如果4卡路的民調 我至少要第三啊 對不對 所以 不管是黃建廷或金埔中 當然要讓你不能得逞嘛 對不對 那柯文哲 柯文哲也是在辦活動 他79剛辦完嘛 會參加本週日 對 76是凱道 是 那722我聽說還有一場見面會 那柯在幹嘛 柯就是 還是要確保他民調是第二啊 當然是這樣啊 那柯跟柯 不斷的在辦活動723之前啊 他們目的也是很明顯嘛 就是要讓你侯友宜請不來嘛 是 然後 看能不能擴大國民黨內部的內亂嘛 然後大家的憂心嘛 那因為侯友宜的民調如果還是請不來 到723 還是請不來啊 那柯跟柯就有的玩啊 所以我是覺得 現在 三方啦 都在那邊互相博弈啦 所以 所以賴清德沒事幹啦 對啊 所以賴清德還跑去跳舞啊 那這個 還有這個要帶領宜蘭同樣去白宮 光啊之類的啊 就是 目前的選區看起來就是這樣啊 對啊 所以其實亮哥 你現在講完大家各自的盤算之後 好像就讓大家比較看得懂這一波 因為你看我們這 這是一連串的 光這個Plan B先泡出來 然後 朱柯昨天 對不對 柯在打鍋嘛 然後你電話我都不敢接 然後你居然還跑來兜售 兜售完還跑去親民黨兜售 這是第一招 然後朱麗倫昨天下午突然又宣布 我跟柯文哲這個 我們的 共同的出發點跟終點是一樣的嘛 那再來 黨中央又同時發了 我們不能沒有郭台銘 所以這個局勢這樣 好像一盤的混沌 就是透過你講的 大家其實都還不是在博弈而已 不過郭台銘還沒有決裂之前 黨中央的立場 不會對他二言相向 不能說死啦 坦白講現在二言相向的是金普聰 對 可是他代表的是禁總 他沒有代表黨中央 可是金普聰的用意本來就是要這樣 他用他這顆棋本來就是要這樣 他要扮黑臉 對 他要激將 就是郭董如果被激怒 要搞不好在徐曉星 跟他 那個第一場 郭台銘搞笑爆發了 那爆發徐曉星只好離場不是嗎 對 他說任何時刻只要你一講我就得講 是啊 所以我認為金普聰就是在刺激他 你最好就直接宣布參選 但亮哥你覺得這一招對 這招是高招嗎 沒有 因為金普聰就是本來就是這種個性的人 所以 他都是直球對決的 他也比較少迂迴的處理 那你可以看到國民黨中央是比較迂迴 就是說 就很國民黨中央 就723還沒到對不對 所以 黃建廷 坦白說也是郭的好朋友啊 本來你們是要搭檔正負的 所以黃建廷講 我認為很多人會相信黃建廷 因為 連李彥秋也這樣講啊 黃建廷我也認識 他真的蠻潛誠的基督徒 郭義郎啊 我認為他不會去亂掰啦 不可能啦 那 他 至少有講說 我就秀給你看這個方案B嘛 那至於郭董怎麼回應 我們真的不知道 對 可是 有這件事啦 我覺得 他有秀出方案B應該是真的啦 那 郭董有沒有回應 我們真的不知道